在阴山脚下的广阔草原上 唐将李靖统帅的十余万精兵 向东突厥的部队发起进攻 最先发起冲锋的唐军 是一支明光耀眼的骑兵 面对着越来越近的唐军骑兵 突厥士兵毫不犹豫地拉开硬弓 发射出遮天蔽日的剑鱼 射向那些闪耀着金光的骑兵 然而剑鱼没能阻挡唐军冲锋的步伐 阻挡住剑鱼的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宁光开 明光开优良的防御能力 抵消掉了一部分突厥士兵的弓箭射击 很快唐军便冲到了突厥部队的今天 面对唐军的冲锋 不可一世的突厥骑兵并没有退缩 而是手持兵器与唐军展开的死杀 突厥骑兵很快发现 除了冰光开 这队新队骑兵还配备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致命兵器 新队骑兵器与嵂子 在阴山脚下 这场硬碰硬的战斗中 唐军几次进攻便彻底击败突厥部队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唐军以强大的军事实力 一次次战胜突厥军队 最终东突厥彻底灭亡 打唐帝国就此开始了辉煌的岁月